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茶叶很清香 大自然的清香的感觉 非常好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先刚才煮好的煮开的上汤 把它加入到沥茶里面 使它制作成茶汤 茶汁 先给它泡纸 泡十分钟 然后再来把黄瓜剂皮 我们用勺把黄瓜皮刮下来 观众朋友是不是以为我们要用黄瓜肉做汁呢 不对 今天我们用的可是这刮下来的黄瓜皮呀 因为我们不仅要取黄瓜皮绿的颜色 黄瓜维生素C的含量大部分都在黄瓜皮里 黄瓜皮还有清热解毒 生津止渴的功效呢 我觉得这道菜很有意思 名字起得非常美 地波白玉 但是通常有些菜我们听到名字就大概知道它会怎么做 但这道菜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一头雾水 刚才处理的是黄瓜皮 接下来我们处理的是山药 把山药切碎 再要把皮打掉了 把气皮好的那个山药切碎 等一下用炸汁剂来炸 然后把它放到炸汁剂里 再加入这个黄瓜皮 黄瓜皮也放 黄瓜皮是做起来 平时比较好看一本的 在加州平时泡好的茶汤 上汤泡好的茶汤 为什么不把茶叶也倒进去 茶叶本身它就泡出了茶汁 茶汤已经入味了 已经有香味了 有香味了 等一下就留一半的 要到最后勾芡 用杂子去把它炸脆 山药绿茶汁 这里边的原料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山药 生山药 黄瓜皮 还有上汤泡过的茶汤 炒的茶叶的茶汤 很清香 感觉很清香 来 倒出来 这营养丰富的山药绿茶汁就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第二步 制作外形烤旧的豆腐盒子 这制作的手法 您可要看仔细了 竖着切了三刀 然后还要横着 按豆腐三分之一的高度去开 放在旁边 用个手摊石 把这中间的豆腐挖出来 等于好像是把上面的盖去掉 然后把它挖成一个一个小方盒一样 再把这个山药茶汁 等一下把做好的山药茶汁要灌进去 对 先装盘 然后再灌 这样蒸起来 里面就是绿色的 绿色也要看 最后三分之一的盖盖 盖盖你别看 这是个技术 好 现在表面上看好像就是几块豆腐 但是其中内藏锦绣 内有玄机 我们把山药绿茶汁酿入豆腐盒中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蒸制的环节了 这软嫩鲜美的口感就全靠火候的掌握了 再把这个茶汤淋到这豆腐里面 这依然是高汤泡制的茶汤 倒在旁边 这些是蒸的 水烧开了呢 我们就可以蒸带盘直接上笼去蒸 开中高火蒸10分钟 中高火蒸10分钟 不能用大火为啥 因为火太猛了容易把这豆腐蒸裂了 裂开 所以它是外观的火 所以你看很简单 而且这道菜非常的漂亮 口感也特别的清爽 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大家在过完年之后 自己摆上餐桌 或者请朋友来做客的时候 来寄给餐桌增添了一道非常漂亮的颜色 因为它整个外观非常漂亮 而且还让人胃口 再加上这个利茶 就是有度消化 给你大衣大豆吃光 对 有度消化 而且滋味非常容易 大概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现在到了 好我们关火 好 非常漂亮 地锅白玉 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 小心烫到时候 再把这个摊汁 倒在锅里面 开来勾芡 要就是用这个上汤 蒸过的上汤 然后烧开勾芡 还要用到这个绿茶山药 对 因为山药本身的冰粉 里面的冰粉 有度要直接用在打蛋来做 所以不需要再加生粉 对 不需要再加生粉 好水开了 多一点绿茶 为了让它的香味更浓郁 这摊汁不能太多 不能太少 这个 加入这个脆粒的 山药绿茶汁 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不要一次放太多 你可以慢慢尝试一下 大概量好不好 放点盐 不要让它口感太过浓郁 消息就要一点就够 好 这样差不多 好 来最后关火之后 我们要加入一点点味精 一肩味 好了 现在就可以浇汁了 这道菜真的是让我们眼界大开 而且食指大动 忍不住要尝一尝了 这就是林师傅带给我们的这道叫做 地锅白玉 平时很喜欢吃绿茶口味的东西 这样的口感和搭配真的很让我惊奇 这道菜很清香 很爽口 豆腐的那种润滑清香 和高汤的那种浓郁的一种醇香 两种香混在一起 感觉到又清淡 又有一种浓香在里头 回味特别的深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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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